最近库克提诺学区有两个学校关了 那么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这两个学校会被关门 然后会对周围的房价有什么影响 还有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在买学区房的时候 对学校的研究有一些什么可以注意的地方 OK 那我们这就先开始 Kiki 你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这两个学校会突然被关了呢 嗯 先大概讲一下背景吧 这两所学校呢 一个叫Meyerholtz Elementary 那它的位置呢 是在San Jose 接近Cupertino交界的地方 那就地图上来看 是靠近Dianza跟85号Exit的那一块 另一个学校呢 是叫Ragnard Elementary 它的位置就是在Dianza College Dianza Boulevard的西侧 就靠近就是以前我们大家耳熟能详 Monta Vista High School的那一块 那这两所学校呢 就是今年学区就正式通知 到明年的6月份 就是最后一期学校 之后就会关闭 然后从明年2022年开始 那学校是不再开放 所有的学生呢都将 被转到其他的学校或另做安排 那这两所学校学区给出的原因呢 其实也挺官方的 就是一个就是说 入学的学生太少 那怎么少法呢 大概我查了一下 它学区给出的数据 那从2015年 也就是差不多 从7年之前 它的入学率 就是慢慢一直在降低 那从整个学区 Cupertino学区来说呢 过去2015年到2021年的 它整个失去了4900个学生 那当然每个学校 它的入学率 还是稍稍有一些不同的 那这个原因的话 就是人口分布啊 或者是经济环境的大的因素啊 都是有可能 还有一个就是人口老龄化 学校它没有给出具体数据 说为什么这两所学校被选中 那我个人觉得还是说 跟它所在的neighborhood 还有学校整体的 它的失资 还有学校condition 都是有一些关系的 这两所学校 从他们的初建到现在的话 都是有一些年头了 那他们最近一次的renovation 这两所学校 都是在2014年才重新改造过 或者是有些升级过 那相对于其他 在Cupertino的学区里的学校来说 是相对比较落后的 大多数学校 一般来说都两三年 会有一些更改啊 更动啊 或者是upgrade 会有一些翻新 那这两所学校 2014年到现在 那可想而知了 那就是老牛拖车 这是已经拖了很久了 那只有迹象可循的 那说到这个 当然也不是学区 故意不想翻新学校 那说到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有学区还是说 经费上面 还是受一些限制的 那最近大家比较了解的话 就是measure A puzzle tax 今年5月份 2021年May 那这个投票 local的话是没有过 那Cupertino这边的居民 是以非常微弱的优势 决定说他要deny 他要拒绝这个puzzle tax measure A的这个 这个measure是什么 measure A 它主要是 以针对的就是说 以地产税里面的增加的 一项小小的税收增幅 就每年你有一个房子都会有probably tax probably tax 有一些additional的 除了那个1.1% 它会有additional增加的那个额外增加的那个税收部分 对这个额外的增加的税收部分呢 他是一开始是倡议说是每年加398块 这样子连续加8年 那多出来的这一部分的税收收入呢 可以直接提供给学区 那以至于学区的可以充足学区的经费 那这一项当然学区失败了 他们就是没有收到他们理想中所要这8年的税收支持 那如果你看总金额来说是398块一户人家 你有可能觉得说 这个其实也还好 税收金额不是很大 但它是他我看了一下它的projection 它的estimate的话是预估是应该是 如果passel A过的话 应该本来是有14 million一年 就是1400万美金一年 那连续8年的话 就是112 million 是很大的一笔钱 因为给大家一个background呢 这个增长是很大的一部分 因为现在在这个提案被提出来之前 现在每户是250块 所以等于是从250块增加到380块 390块左右 398块 398块 所以这个增长的幅度是很大的 所以就是每一户增长那么多 那当然了 但这个排名有各方面的原因 有师资的 有学生的 有它的performance 成绩的 还有其他还有一些是比如说是像 second language program disabled language 或一些special program 他总的来说那学中了这两所学校 那这个会对周围的 已经在这个学校上学的小孩 有比较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会被分配到别的学校去 当然Cupertino的学校都很好 这个方面不会有影响 但是对他们上学的方便性啊 其他的时间的安排啊 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对像Meyer-Holtz Elementary School的学生呢 就是建议他们会被分配到Deworth Elementary 那像Ragnard Elementary的话 它就分成两部分 那有一部分的学生 他会建议 比如说去Lincoln Elementary 另外一部分去Blue Hills 那这个只是学区的recommendation 那家长其实还是可以有其他的方案 就比如说是在学区里面 在自己再找一所学校 当然是前提是在学区里面 那你可以priority list 然后get on the waiting list 然后先看一下 因为一般来说每年的 一二月份都是priority enrollment 那学区的话 这时候就是开始征求家长的意见 比如说小孩想从自己的home school 转到学区里的另一所学校 那这时候大家就开始填表格 所谓的waiting list就开始排队 那他们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呢 会有一些优先选择的可能性 那如果说家长do nothing 那你什么都不做 也不跟学区去申请 也任何不做的话 那他就直接被分配到我刚才所说的那两所学校 那从明年的八月底入学好就自动学籍被转过去了 那Kiki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讲了一下 这两个学校为什么会被关闭的种种原因 以及对正在上学的小孩可能会被安排的一个方法 那接下去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觉得因为这两个学校的关闭而导致的这个情况 对周围这个房价有什么影响 嗯好那像for example Mirehouse Elementary 他说他是相对人口比较密集一点的 那他所以说在学校安排的方面 他是转去了Dual War Elementary 那个离现在的学校大概差不多1.6米左右 那不算最近但是也不算太远 那这一部分人口转过去他 对于那个Dual War Elementary的话 其实也是有一部分加分 那所以说在这个区域的neighborhood 那个房价来说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另外一所小学 要关闭的小学就是Regner Elementary 他的位置呢就相对 另外一所学校 他在Cupertino的位置就比较好一点 是在高尔夫球上旁边 然后就是相对离Monta Vista比较近一点 那一区的话就是非常 大家比较Dream House的地方 那他就是R1 Residential 那那边就比较是Low Density Zone 那边的Lot也会比较大 都是基本上都是Single Family 那对于那边的住户来说 他们将要去的学校就相对比较远一点 就比如说Lincoln Elementary还好 但是Blue Hill的话 就是要将近要超过两个Mile以上 所以对于早晨送小学的家长来说 有可能是一些小小的烦恼 那小孩可能离得很近 自己去上学的 现在就需要家长来接送 所以家长要安排这方面的时间 是是是是 那因为Single Family的话 现在的话大家还是有一定的期望值 就觉得说啊 我你知道 大200万300万400万的房子 就希望说其他的各方面的要求 配一套设施也都会跟上 那如果一下子啊 这个小学就被拖得非常远的话 就是啊 当然也不一定是一个减分项 但是对有一些买家的预期心里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层面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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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OK 对